好 水晶這件事現在是人都很大 我和遮寶丁一直都很喜歡這件事 我十多歲的時候開始做這件事 水晶現在一個人都很大 你發覺很有趣的 就是有些人說戴左手 不要戴右手 因為左手就入 右手就出 然後又說 你見到一些人就戴 我就有個朋友 他說他戴著一串在手上 然後他媽媽就問他 為什麼你不戴黃色 招財 然後可能人家沒有拍拖就會問 為什麼你不戴紅蜜石 或者是粉蒸啊 這些是黃金圓 然後又有人會跟你說 粉蒸是爛桃花 要戴紅蜜才是蒸金圓 那這些說法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綠色就代表是淺呢 為什麼黃色 綠色 西方是淺 在亞洲呢 綠色是事業 黃色是淺 好了 講到尾呢 其實這個呢 我們叫做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就是個人的理解 個人的註釋 西方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Judy Hall Judy Hall 她寫了很多本書 其中一本就叫做Crystal Bible 如果看開的都知道 這個很出名的 我們就講每一個水晶的Message OK 那那些Message是怎樣來的呢 我首先必須要戴上頭盔 就是今集呢 會有多少的神化的內容 OK 那這些神化的內容 就不見得是個個都合聽的 但是水晶的東西呢 就很有趣 它是任何人都對的 什麼意思叫任何人都對的呢 就是不論你現在的頻率是多少 不論你現在的程度是多高 也好 它都有辦法呢 可以叫做為你服務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鄰近地區的商家 拿水晶來 只不過當是一個商品去買賣的話 它可以滿足到你 這個時候水晶可以滿足你 沒問題 你當是一件貨買賣 和買賣一件衣服沒有分別 和買賣一罐汽水沒有分別 它幫你生財 它幫你做生意 它可以完成的 有可能是送贈一個朋友 或者是另一半的禮物 它都可以滿足到你 送給朋友 哇好漂亮啊 它背後有什麼含意呢 Don't care 它有什麼messages在裡面呢 沒有所謂 它都可以令到你的朋友開心 它都可以滿足到你送給另一半 再一個心意的小禮物 它都可以做到 好了 接著 去到我們所謂靈性高一點 或者是 靈性高一點 或者你喜歡說 什麼靈性高一點 神花 神花 都可以 這個時候你就說 它有什麼療癒功效 OK 怎樣提升個人的覺知 OK 這個又可以的 你看到有些人呢 哇 有很大的一塊 但現在就不要起床了 沒關係 OK 我保住 一塊 這種一塊 這個是閃靈轉 這些很靈性的人 和一些不靈性的人 感覺到是完全自然不同的東西 如果是我剛才所說的 是中國的商家 或者就是水晶買賣的人 它就當是貨一塊 月刊有油膽 你發覺裡面有些液體會走來走去的話 有油膽的 有油膽的有彩虹的 就貴一點 但它只不過當作一件貨 如果你自己不買水晶 但原來你另一半喜歡的 你送給它是否滿足到它 覺得你很有心 哄到它開心 如果我們所謂的靈性高的那些就是 我們拿著去做深呼吸 這是我簡單的說法 有些人會說得深一點 就是說拿著水晶冥想 例如你有個問題你想問 我應不應該轉工呢 有些人就會說叫你拿著那個水晶 然後在你的手掌心裡去冥想 看看它給你什麼答案 好了你說喂 不行啊 有些人說到呢 又說拿著會跳啊 拿著感到熱啊 我沒有啊 是不是我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問題 每個人的程度不同 我經常都說 我們不可以要求別人跟我們一樣 譬如它所謂的好神化 我們要求它正常化 我們心同我們要求別人都心同 記住每個人的路不同 每個人要做的 要經歷的都不同 為甚麼我們會 神化一點說 在這個三維空間裡面 我們是要來感受 不論是喜怒哀樂 不論是失望 失落 難過 還是 經歷不同的事情 我們都需要去經歷 我上一集說過那個女生 她被她的高我 困住了她 在一個全黑的環境裡面 要她經歷七種不同的情緒 OK 是不是 我不是說 她出來的時候 她還說 唉 即她還沒出來 即她在裡面的時候 她就說 高我為什麼要對我 高我為什麼不直接給答案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 shortcut 即你要經歷的事情 你必須要經歷 你不能夠跳過她 說我不喜歡 我避過 我fast forward 看戲可以 好幾個煲碟 沒有問題 但是 我們的人生 我們不能 fast forward 那樣東西 即使你多麼的不喜歡也好 你都要去經歷 我們就說 享受那種不享受 那關水晶什麼事呢 就是 你見到別人很神化 而你覺得你自己 或者是我為什麼 感覺不到別人的感覺 因為大家雖然都是有一個肉身 OK 都是這個世界 但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程度和頻率不同 有人叫做old soul 即是一個古老的靈魂 它其實在這個三道空間 已經翻出來很多次了 OK 三圍的空間 翻出來很多次 那所以呢 可能已經 我們叫做相對化一點 即是你見到老人家的情緒起伏 總會比小孩子 要溫和一點的 我知道有維園老爸 那個名字 但是 始終呢 他激動還激動 小孩子更激動 為什麼 因為這個老爸 這樣都 一輩子都過了去 他經歷了很多 小孩子不同 他剛剛來到這個世界 對他來過很多事情是紳士 但是我們不是說這個肉身 是否紳士 所以就說 你們 大家的感受的各自不同 以人的最難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在兩夫妻上面 就是說可能 那太太很靈魂 又想去印度 想去埃及 自己會打坐 甚至會連結到高我如是等等 但可能老婆覺得 她的老公也在簽罵 這是最難的 因為兩個人很親密 很多時候會忍不住 直接告訴對方 你瘋了什麼水晶守護神 你瘋了 這是我下一步會講的地方 所以我就說 水晶 它是一個很古老 你想想地球的構成物質 就是礦石 精石 它是我們地球的構成物質 可以說是盤古初開的時候 它已經存在了 所以他們是 看過了 經歷過了所有事情 看過了發生什麼事 怎樣朝代的更替 怎樣殺戮 怎樣饑荒 怎樣太平盛世 怎樣繁華 經歷過了 你覺得 好像舉例 這一塊石頭 你覺得它 是多少歲 它不會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 它也未必會是唐朝到現在 千年 它會再久一點 它已經在地球上要很長時間 觀察到我們的人情冷暖 所以它是一個很老的老人家 不是我們爺爺媽媽 是再老再老 是很多代 所以他們是很 patient 它很有耐性 就是一個很老 很磁場的老人家 它已經見過了所有事情 那你想當它是一件貨 那就買一買 好吧 不要緊 如果你說 我想當它是一件小禮物 其實我買Sorovsky 也可以的 或者是 我買朱二星也可以的 但我看到剛剛這條美 然後我女朋友喜歡水晶的 據說粉晶對愛情好 我想女朋友開心 那我送給她 其實我自己不買水晶的 就是這樣 那 水晶因為老人家 都說不要緊要啦 不要緊要啦 你喜歡就可以啦 它會用一個很溫和 很慈愛 很有耐性的方法 去滿足你 不論你當它是甚麼都可以 它都沒有所謂 但如果 它剛好遇到一個人 是靈性高一點的 是會 嘗試 拿著它 想跟它溝通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 隱藏了 千億萬年的智慧在裡面 OK 當然你說神話少少 你可以說 以前的亞特蘭提斯 他們都是用水晶來發電的 他們將自己整個民族的智慧 灌入水晶裡面 大家聽過水晶葫蘆頭 是不是 混然天成 不是雕刻而食的水晶葫蘆頭 雞球上有幾個 就是以前失落了的文明 它將整個文明的智慧 灌入這個水晶葫蘆頭 將來遇到時間正確的時候 靈性高的人 就能夠在這個水晶葫蘆頭裡面 將那個智慧 抽出來 拿出來 這個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西藏講的 岩藏法 岩藏法 我們都知道的 有分地水火風空 不同的岩藏 地岩藏是怎樣 就是曾經有一個高僧 因為大成就者 他將那個法 放進石頭裡面 這個石頭 你以為是石頭的石頭 垃圾中間嗎 不是 原來是一個石頭 真的一個原子的石頭裡面 可以 可能這位大成就者 就跟石頭的守護神說 我現在將它交給你 因為你是兼藥盆石 將來時間正確的時候 適當的人會出現 適當的人會出現 就好像英國的傳說 King Arthur 在一個石頭裡面 將一把寶劍拔出來 千萬人試過都不行 但為了King Arthur 去到一拔就拔出來 同樣 類似這樣的傳說 在西藏都有 就是正確的人去到的時候 在那個大石面前 大石就會打開 將那個癌藏法釋放出來 給那一位 新的那一位 那位大成就者 智者 將那個法 在那個時候 因應於那個時代的人 是被他傳播的 為什麼中間不被他傳播呢 因為可能會經過文化大革命 經過中間的滅佛時代 如是等等 所以石頭的癌藏 我們稱為地的癌藏 就是這樣 水的癌藏 可能會在瀑布裡面 在水的精靈裡 在火的癌藏 可能會在做火供的時候 會出現 好了 封的癌藏 就會牽涉 我們叫做空行母 這個是密宗的角度 我強調一下 當然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宗教 我們也不是說 我講的時候要你相信 我只不過分享一些知識 是一些另類的東西給大家聽 那封的癌藏就牽涉空行母 空行母就好像基督宗教 你所說的天使 就將這個法交給他們 由他們去保管住 然後去到時間對的時候 他就會拿出來給對的那個人 OK 水晶守護神 就是我們叫做地癌藏 那你會說 但是我不是想學佛教的東西 那樣 我可能是想 自己有答案想問他 那這樣 那行不行的 其實 我現在會拿不同的水晶給大家看 OK 如果我剛才所說 就算你拿著它 你感受不到它也好 OK 其實它是不是的確 在地球上面轉了千億萬年 是不是 事實上是 那你能不能夠感受到它 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掌心 你掌心的那個脈輪 OK Palm Chakra 或者是Hand Chakra 有關 那如果你本身氣感比較強的 OK 你會容易感受到它有溫度 或者它跳動 但如果你本身氣感不強的 就是大部份的香港人 大部份的現代人 都是左腦主導的 都是什麼都是分析型的人 OK 那你左腦很發達的時候 代表可能你的右腦 就沒什麼時間去令你發育了 因為你一直都很專注令到 那個左腦繼續提升 那右腦呢 我們可能就沒有什麼去注意它 那右腦和左腦的分別是什麼 左腦就是我們的分析 對嗎 我們的判斷、思考、邏輯 右腦就是我們的直覺 對 有些時候 譬如我幫很少遇到 但有時候都會的 就有些譬如 令到腦電波減慢 去做Theta Brain Waves 甚至我們說做Break the Cycle Po Pono Pono 或者是水晶療癒的時候 我都會問客人 OK 你看到什麼 OK 譬如舉例 你現在的底輪 是一個正方形的紅色光體 OK 好了 然後 你看到那個紅色系列 這樣 10個裡面 可能有8個都會跟我說 紅色是暗紅色的 好像缺了一隻角 或者說 顏色好像很軸 但也會有遇過 有些客人說 看不到 那為什麼會看不到呢 其實這件事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如果大家想連結水晶 例如說 我相信它 因為它有這麼長的時間 在地下醞釀 它看過了地球 這麼多年來 千百萬億年來的變化 我相信它真的有智慧 我想跟它連結 我感受不到 這個就是大家要聽到的環節 就是其實 你閉上眼 你什麼都看不到 是正常的 因為如果你以為 你會看得到 是用你這雙眼看得到的話 你真的會看不到 因為你閉上眼 你戴上眼罩 你當然看不到 但我們在說的 其實不是這雙眼 是這雙眼 我們叫做眉心磷 這個位置進去 然後直穿 到中間 是一個叫蟲果體的物質 蟲果體很神奇 其實它真的有我們眼球裡面 那種感光的細胞 而它的樣子 真的好像一個眼 那樣 好像一顆杏仁的大小 它就是在裡面 而你發覺不同的文明 都有說過 說我們其實有三眼 那如果三眼開啟了會怎樣呢 有些人就會說 我會看到鬼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看到什麼 跟你的頻率有關 如果你頻率很高的話 你會看到的是 智慧型的生物 更高的智慧 更高維度的生物 你可以看到天使 你可以看到空行母 你可以看到佛菩薩 你會看到其他的圍道 四道空間 五道空間 六道 七八九 空間 下來 傳播信息 但你會想 不要去到這麼神化 我只是想 可能冥想的時候 握著它 深呼吸的時候 可以得到信息 那我應該怎樣做呢 剛才所說 如果你想想我閉上眼 我會看到 像你看著我 這樣 你現在穿著牛仔褲 那你真的會看到 但我想問大家 現在你嘗試看著我 是不是 你嘗試想想 劉德華 想不想到劉德華 好了 現在再嘗試想想 Pizza 想不想到Pizza 是怎樣的 這隻貓 是怎樣的 那為什麼你看著我 明明 你會想到貓 或者Pizza 或者劉德華 是怎樣的 那為什麼你看著我 明明 你會想到貓 或者Pizza 或者劉德華 是怎樣的 所以有些陰謀論 為什麼我們在牙膏裡 加了固 為什麼水也要加固 其實這麼多種礦物質都很重要 為什麼不加鈣 不加眉 不加甲 這些都很重要 為什麼要加固 有些陰謀論 因為加了固 在水和牙膏裡 就會令到蟲果體蓋化 蟲果體蓋化 蟲果體蓋化的時候 我們就會 形形逆逆 每天就是上班 下班 賺錢 交稅 供樓 養大小朋友 然後就這樣一生 你就變成 靈色 沒有辦法 經過你的微心路 你的靈性得不到開啟 你會相信 教育制度跟你說的話 你會相信政府 父母跟你說的話 那你就會做一個很好的公民 你不會反抗 你不會有公民抗命 你也不會有過多的思考 你會很乖 為什麼我講一下生童 我要講麥論 麥論 我講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聽不懂 然後覺得跟自己無關 但是其實 我告訴你 它跟任何人有關 因為說水晶排列 其實就是跟麥論有關 你帶什麼水晶 去跟你的麥論有關 你人生的際遇 跟你的麥論有關 你兩性的相處模式 跟麥論有關 如果不賺到錢 跟麥論有關 這個性格跟麥論有關 它比星座更薄大精心 但是偏偏香港沒有什麼人說 我們都人微言輕 所以呢 我繼續努力上線 希望講多一點給大家聽 OK 好 回到回頭 我想試一下連結水晶 我想試一下拿著冥想 就是拿著心呼吸 OK 可能這個時候大家就會說 打了冥想 我要腦裡一些 一些 雜念都沒有 不行的 做不到的 OK 冥想有很多種 打在很多種 我們不要被一種說法 就已經框死了我們 好嗎 我們就這樣拿著它的時候 我們就躲起來了 我們就收呼吸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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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自己 很緩慢的深呼吸 讓自己放鬆下來 當你放鬆到下來的時候 你的左腦就不會那麼亢奮 它就不會一直都要拿著軚盆 OK 它可以嘗試放鬆 去坐後面 乘客的位置 讓你的潛意識出來 一般人都有潛意識的 為什麼你會對一些東西有特別的反應 特別喜歡 特別不喜歡 和你的潛意識有關 那這個時候 一般人可以連結到的是我們的潛意識 一般人 一般人 去連結到你的潛意識 那這個時候 你隨便你的腦袋 飄出來 任何的影像和畫面 去看下 去看下那些畫面 觀察那些畫面 和你平時的有沒有不同 這是我們的BB班 我們的第一步 OK 那當然 一般人 未必有能力 去連結到你的高我 什麼叫高我 大家聽我說過幾次了 但可能身體做錯 我也要再說 高我就是千萬億年下的你自己 我也經常用這個比喻 你想像一下 兩三歲的你 不開心 因為覺得 媽媽偏心弟弟 或者姐姐 或者你上學幼稚園 班主任 不疼你 第二個同學欺負你 你想像一下 你可以寫信給將來的自己 寫信給今時今日的自己 而今時今日的你 收到你兩三歲 或者三五歲的你的求助 說不開心 覺得同學欺負你 你會怎樣 你會不會覺得 不知所為 跟著什麼 垃圾 蟑螂 你不會這樣說自己 你是會 充滿慈愛 這樣 跟她說 傻豬 謝謝你寫信給我 我很開心收你的內信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 你很可愛 你將來會遇到很多 很多 好的人 好的朋友 其實媽媽很疼你 媽媽只不過 有時候會嚴厲些 都是為了你好 對不對 充滿了前愛 這樣 去回答自己 去給當日的答案 所以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寫信 去給你的高額 去連結你的高額 去連結你的高額 它是千億萬年之後 如果佛教角度 就是已經成了佛的你 或者是靈性角度 你會覺得 唉 好吧 我幫你 他為什麼會幫你呢 因為 他就是你 因為經歷過你 經歷的東西 而一般人 為什麼連結不到高額 因為你七個默輪到十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連結高額 是需要將你 整七個默輪通了之後 在頂輪出去 其實 給我做過 打破宿命 即叫做 Break the Cycle 的客人會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會由白光開始 為什麼由白光開始呢 我要將你的神識淨化 你的頻率淨化 你才可以出到去 那你說 我出去了會不會回不了你 你不用怕 所以每一個人都能回到你 OK 那也可以提到你 其實我們是有結界的 所以不用怕 OK 然後死了 什麼要結界呢 又要給我解釋給你 OK 好了 那如果今天有看到 我做了post 各位朋友 阿樹小姐 OK 他 上一集提到 他回到家樓下 然後 忘記了密碼 死了 站在那裡很久 都不知道什麼 忘記了 好了 好了 大家要知道 他帶著超七 帶著天鐵 帶著折黑運石 抱歉 不是 沒有折黑運石 天鐵 月光石 和超七 天鐵很厲害 那為什麼 頂樓只有10分呢 然後我做什麼 就可以馬上升到60分呢 不是廣告時間 我照樣說 我做什麼 我幫忙塗了頂樓的油 滾在這裡 塗在百會月 其實是百會月 就是你的頂樓 OK 好了 之後 噴這個頂樓的噴霧 令氣場 厚回頂樓的木輪氣場 OK 然後給了一顆大的骨幹水晶 而那個骨幹 是白水晶軸 裡面還有六壁膝的共振 還有少少的紅壁膝 他拿著尖頭向著自己的時候 我就叫他辛苦他 休息 休息 你自己放鬆 之後過了三分鐘 沒有長 沒有多過三分鐘 再檢查 已經發現 由10到60分 OK 今天有一位客人 現在在聽節目的 就做了麥鱗療育 水晶排列 OK 那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當然有縱撥 全身擺了水晶 不同的位置 全部沿著你的中脈 就是脊椎 擺了水晶 再用陰差 你麥鱗的陰差 在每一個麥鱗裡落的 OK 他出來再檢查的時候 發覺 喂 底輪突然擠到80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水晶排列 水晶 我不管哪種石都好 它是什麼來的 它是地元素來的 對不對 地元素 那地元素 是不是會落去底輪 因為底輪是地元素 所以為什麼 我一直要說 麥鱗 麥鱗這麼重要 因為 底輪就是物質 底輪就是錢 那現在那個人 現在那個人 他很緊張 很緊張 這件事 又說 他將來死的時候 他的靈色 沒有辦法 從上面走 他就只會 鎖住在下面 那這個就成為了佛經裡所說的 守財鬼 OK 即是大力鬼神的一種 大家沒有想過 原來麥鱗 是跟你死去哪裡有關的 OK 為什麼大部分人連結不到功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通到出道 但是為什麼 阿樹小姐 帶著超七 超七 應該通了七個麥鱗 傳說中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 都是這樣 月光石 都是通頂鱗 還有再視乎它是什麼色 它採紅光 就是通了七個麥鱗 那藍光就是主要是喉鱗 但是沒有理由 好 大家留意 OK 看不見到 它有不同的反光 看不見到 它有藍色 有不同色的反光 看不見到 這個就要光石了 那為什麼 帶著也沒有用呢 如果我剛才所說 好 因為水晶是一個非常老的個體 它是我們叫做Memoral Kingdom 礦石王國 它是長老 它是這個地球上最老的物質 所以它很有耐性 它也很慢熱 OK 所以 你在地底裏作了它出來 嘖嘖嘖嘖嘖嘖 這樣出來 很睏 然後 讓你們千長百年地作出 作出它成為不同的形狀 我想問你 你以為 Larry Ma OK 還有 還有這個紫理肺 本身天生都有一個波波來的嗎? 或者是紅蜜石 或者是超漆 全部都是這樣的形狀嗎? 其實不是的 其實它本身有自己的結構 水晶有七種不同的種類 我不是說名字 我是說結晶體 你的系統 家族有七種 但是 你這間水晶店 它知不知道這件事呢? 它未必知道這件事 如果你是一間水晶店 它只不過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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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物賣給你 那你得到的水晶 就是一個飾物 明白嗎? 因為它的能力只能夠見到 接觸到的就是 飾物的級數 它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飾物 那你就因應它的罕有程度 而去定價錢 所以你在物質學上面去看它 和神秘學 靈性角度去看它 是有很大的差別 其實你會發覺 你自己拿著水晶 會有不同的感應 會有不同的感受 而這種感受和感應 的確是一人而異 水晶的存在就是豐富你的人生 你可以當它是最普通的 OK 我譬如說那七個家族 是哪七個家族 就是等就晶體 即是立方體 立方體有哪些版本 就好像那些 形石 你看不到它是一個完全 正方 所以它叫立方體 接著有一種叫正方晶體 四邊體 我沒有在的 然後六角體 例如六寶石 六寶石我沒有在的 但是呢 我有 海南寶 我沒有拿出來 海南寶是六邊體 三邊體 例如電氣石 電氣石 我們叫做壁西 OK 接著呢 斜方晶系 就是黃玉 TOPES 我也有 藍銅礦 有的 這裏都有的 我讓我先插一下 我插給大家看 哎 看到我們藍 藍銅礦 OK 看到嗎 OK 這個是它的底部 OK 它的結晶體不同的 你有沒有看到 那些形狀不同 是不是歐布呢 就是這樣 OK 可以嗎 這個呢 我們做水晶療癒的時候 我們會放在微生蠻的部分 OK 好了 最後呢 還有這個呢 就是三尺晶系 就是六 蟲石 其實應該是六 松石的 OK 好嗎 所以不同的結晶體 它會有不同的形狀 出現 是它天然的形狀 而 它就是喜歡圓石的 圓石的療癒力量 老實說 也是最強烈的 因為你沒有破壞它 它就是它本身的自然狀態 這個是超漆的精軸 OK 那我放在哪裡 我當然放在我微心輪的床頭 OK 而我剛才是拿出來玩的 OK 這個是 這個是 閃靈鑽 來的 閃靈鑽 是天生 兩邊都是佔的 看到嗎 OK 它的能量非常之高 因為它是貫穿 OK 再給一些例子 你看看 我們再慢慢講 OK 這個看到嗎 上面這個是石英 石英的排列是非常整齊 它就是1010這樣排列 所以你發覺 錶 裡面會用到石英 一個很穩定 你看到嗎 它很穩定 它的角度 以及它的結晶 就是這樣 一個完整的六角形 那它旁邊有些什麼呢 它旁邊有些 你看到嗎 小小粒 OK 小粒 這樣會比較清楚 是一種共生 那後面就是雲毛 所以是三種精石的共生 OK 而為什麼玄石好呢 就是因為它的能量非常之完整 你沒有打亂它的礦物結構 那為什麼精石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是這麼重要呢 OK 就是因為你留意 其實好像水 我們人生裡面不能夠不喝水 我們喝平時的水 在大廈上面那個水乾到下來 那其實那些水已經是我們叫做死水 為什麼是死水 因為它離開了它的原生環境 原生環境裡面是有精石的 你留意一下 靚的水源一定是有靚的礦物質 所以才有靚的水源 為什麼世界各地會說 哪個地方的水有療癒效果 然後大家就泡到那裡浸它的溫泉 大家去日本留意一下 它說不同的泉有什麼療效的時候 它會說它裡面有什麼礦物結構 那為什麼水會有那種礦物質呢 就是因為它周邊它的媽媽 就是它那種石頭 滋養它的是什麼石頭 那如果那種水源是受到污染的時候 那種水自然對我們身體是有害的 而就算水沒有污染也好 但是它其實離開了它本身天然的環境 離開了石頭的話 其實水已經死了 它裡面處於一個死水狀態 一個層碎中的狀態 那什麼情況下 那個水會再翻生呢 就是當它遇到媽媽的時候 那礦石就是媽媽 那你會不會用超漆酒去浸它呢 或者用粉蒸去浸它呢 首先什麼東西真的不可以用來浸水呢 就是藍銅礦這些 浸一下整個會溶了不見了 絕對不可以浸 因為你可能會有那些重金屬中毒 最穩陣可以浸水的 直接碰到水的就是 就是石櫻類 石櫻類呢 譬如有這些 譬如閃靈鑽浸水可以 另外粉蒸可以浸水 茶蒸可以浸水 紫水蒸也可以浸水 另外呢 最穩陣就是這些 有很多是不適合浸水的 所以譬如說麥倫水瓶 我們有一個膽子 膽子把水蒸放在裡面 然後裡面有花精精油 酒精 再加水 鎖住它裡面 然後它一直有一個共生關係 因為這個秘密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水蒸是很喜歡酒蒸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但是它們是很喜歡酒蒸的 你發現那些水蒸放在這裡 你用酒蒸噴它 你用酒蒸噴它 馬上噴它 開心曬 這樣 OK 這樣 我們知道它喜歡酒蒸之後 它還喜歡什麼 它喜歡天然的植物 它喜歡流動的水 流動的水 你要看一下是什麼石 譬如玉石 絕對喜歡水 因為河床裡面有很多玉石 但是 像剛才所說 這些它在地底裡面 它是不喜歡水的 另外一個謬誤 就是大家以為水蒸是喜歡太陽 水蒸一點都不喜歡太陽 我很肯定 它喜歡月光 但它不喜歡太陽 為什麼 因為它的成長環境裡面 根本沒有見過太陽 它全程在地底裡 在地底裡 所以你問我 如果你想幫你的水蒸擦電的方法 你將它埋在泥土裡面 絕對是好過 你拿它去曬太陽 有些水蒸曬會掉色 例如紫晶 紫黃晶等等 還有一些像OPPO 有些像OPPO 有些像OPPO 或者是 還有營石 也一樣 也不喜歡曬太陽 很多石都不喜歡曬太陽 絕大部分 而那些我特別不喜歡的 它曬會裂 還有牙色 好 接著我們就說 我們幫水蒸充電 我當你買了回家 那你幫它充電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滿月 之前三天 即是滿月十五天 十三、十四、十五天 你拿它 放在窗台 曬月光 它會喜歡 你把它埋在天然的泥土裡面 不是花肥 它會喜歡 然後 你放在精軸裡 它會喜歡嗎 師傅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它是一個大的精軸 它真的很乾淨 透實膏 等等 白水蒸 它喜歡的機會都相當大 但是 水蒸 放在精石上面 OK 但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水蒸 或者宇宙間的物質 是有五個元素的 地、水、火、風、空 對嗎 我們的地球 是不是有岩石層 就是地 海洋 就是水 火 大家知道 地球上面很多地方 火山也是火 周圍會生火 溫度是火 地、水、火、風 流動的空氣是風 接著是空 空 空就是聲音 所以我們說 我們要幫水蒸 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淨化 牽涉到的 是這五個元素 地、水、火、風、空的淨化 我們幫它充電 因為它不斷給我們 我們幫它充電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給它這五個元素 而水蒸 你每天帶著它 它的能量會耗損 而且它會髒 它髒不是納色的精細 如果你真的要清洗水蒸 請你用最天然的 例如茶子粉 又例如 橄欖油、椰子油 做的天然的鹼 那種情況 才能夠用清洗水蒸 我們在能量上 如何清洗它 大家有見過的 我先倒出來 我可能會說得深 但是大家想辦法 想辦法 想辦法分明 像這些 看到嗎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 床邊已經有一棵 就是白鼠味草 看到嗎 白鼠味草 我做這個 大家看都不清楚 它是一個鮑魚殼 然後有碎的 白鼠味草 這個 你一次過 不是用完整包 麻煩你 我可以用很久了 就用一個鮑魚殼 有大鮑魚殼 和小鮑魚殼 這個架是用大鮑魚殼 就當你放在上面 OK 然後你灑一點 你用火槍 這樣 OK 這樣 這樣 就會有煙出 OK 你拿著你的水蒸 在上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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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過了 這樣過了 過了 過了 那你過了 不要只 這樣釣著就算 OK 你要隨它 轉 OK 底底面面 那這個 這個白鼠味草 我省價 我這樣撕了出來 它平時有很大渣的 有不同的尺寸尺 有些 就有純白鼠味草 有些染了濃血 是一種植物來的 植物的樹汁 功效又會不同 有些例如 我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這一個是有婚姻草的 看到嗎 另外 大家不是說墨倫室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 這一個是7個墨倫 所以這一個 你問我的分別是哪 我沒有手了 這個純白樹尾草 做淨化是一流的 還有一支碟 你可以拿著繞牆一走 淨化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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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一個 就是淨化7個墨倫 我剛才展示給你看 我的不同的手串 不論對應不同的墨倫 這個 都可以做到的淨化 OK 但相反 如果你說 我是眉心倫 濕 或者說我的眉心倫 是黑暗面 那你怎麼知道 你的眉心倫是黑暗面 很簡單 當然我可以幫你檢查 但你自己一聽就會明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發覺你晚上上了床 你的腦是不斷地轉 不會停 而且你經常 身邊的人可能說你轉牛角尖 或者你自己甚至都察覺自己轉牛角尖 你想又想到很負面 然後被人說你偏激 然後你睡覺有些困難 睡得不淨 睡得不好 這樣很大機會你的眉心倫 就是出現了在黑暗面 比如像這個 我就會淨化一些 是對應眉心倫的石 例如它 紫超7 還有它 看到嗎 因為紫色的形式 所以是一門學問來的 所以你看到我一直忍著手 不想講水晶 就是大大抽的東西要講 大家慢慢聽一下 好嗎 好 所以 好了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淨化 是地的淨化 那地的淨化之餘 那如果我講完地的增強是怎樣 我怎樣 charge它呢 因為它每天都在滋養著我們 它都會累的 它都會虛耗的 那你怎樣去 charge它呢 你可以用這一種 這一種的香 你看到嗎 它不同我們平時 就是拜神用的香 你看到一粒粒的植物呢 真的黏著在上面 你看到嗎 這個就是 巴洛杉圖 巴洛杉圖大家都很熟 就是秘魯聖木 OK 然後 這是芬衣草的香 你看到嗎 真的芬衣草 剁碎了 黏在上面 所以這些香它的力量是非常之順正的 OK 那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不起床就算了 我有個盤的 OK 它是底屏的 中間凸起 上面有幾個洞 讓你插著一支香 那你就會把你的手串 放在底下 然後它是凸起的 接著你插一支香 你怎樣 那些香不是你平時放在那些 我說清楚 那些香不是你平時放在那裡 它會幫你插管 然後再說 如果它是 你睡不到覺 針對眉心輪的 你可以用這種 Lavender 你看到是堅料的 不是牛料來的 這樣呢 去charge它 先蒸花了 OK 然後如果你說 我那個是一些很Masculine的石 很Masculine 即是很男性力量 很剛強的 OK 那種石的話 我們就會用Palo Santo Palo Santo 就算你說 我那個 Masculine 不能再溫柔過它 但是都可以用Palo Santo Palo Santo 即秘魯聖木 是會令到你整個空間的能量提升的 是比較陽光沒錯 所以我們如果要平衡的話 我們會用Cedarwood Cedarwood 中文叫做CPAP OK 或者花蕾 例如芬衣蟲 都可以去幫它補充能量 但是呢 我經常都說 大家如果會出旅行 出外國 即是出去住酒店 大家經常怕撞鬼 對不對 其實老實說 你頻率夠高的話 就不用怕了 而另一邊相仔 如果你是學佛的 你個人慈悲的話 你會有它 即是 你想過來聽 我可能唸經 唸酒 做功課 回向給你 因為你未必會遇到 第二個人是這樣的 好吧 我們甚至佛教徒 會做煙貢 去報師給他們 他們會覺得很變態 不學佛的 當然會覺得很變態 學佛的人就會明白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 OK 我真的有很多石 我放在床上 一般人呢 如果你本身的能量不強的話 你這樣擺 你真的會崩潰 真的會睡不到 OK 好了 那我繼續 不說石 我繼續說 Charge 那這個呢 就是Murr Murr就是 乳香 乳 Mu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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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來的三個字 就是用 這三樣東西 乳香、抹藥 加黃金 去朝貢 OK 而呢 你在天主教教行裡 他有東西在搖滾搖滾搖滾 那個裡面其實就是乳香和抹藥 所以這些呢 對水姊來說 是地元素的差點 OK 當然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塞它在泥裡 坐吧 都可以 OK 我們平時 除非你家裡有後花園 你住house 如果不是 你在維園裡埋了 你第二天找不到人 所以 我們就用這些方法 OK 首先 OK 幫它淨化了 OK 好不好 或者這個也可以 OK 然後幫它充電 OK 充電呢 還有另一種方法 就是這一種 看到嗎 Pachole OK 我有反光反動 OK Dragon's blood 還有什麼 還有一種 還有很多的 好香 入到瘋 OK Jasmine 那你會說 怎樣啊 大哥 我分不出哪一個 不要緊 你問我 OK 因為我舉例 剛才有個聽眾朋友 就是 Phoebe 聽 可不可以說一下 如何增強生殖倫 OK 你帶著生殖倫相關的 的鏈 手串 譬如月光石 除了是頂倫 它也是生殖倫 生殖倫 是 我們可以用太陽石 和月光石 去charge 我這隻戒指也是月光石 然後 如果你去charge 你的月光石 放你的生殖倫 我們就會用 Jasmine OK 末里 OK OK 那 好啦 那 Frankencis 頂倫 OK Palo Santo 是我們身體裡 右手邊的陽性綠 OK Elan Elan 都是生殖倫 Phoebe Sandalwood 頂倫 檀香 玫瑰 森倫 OK 這些 Myrrh 就是 抹躍 都是頂倫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不得了 這些 這些 這些就是 我們叫做 Raisons Raisons 即是樹枝 即那個植物呢 它受傷的時候 它流出來的質疑 它想保護自己 因為它要抗菌 它怕會有生菌 摺掉它 它會發炎 所以它身體的治癒機制 植物的治癒機制 它就是會分給這些樹枝出來 OK 那虎柏的蜜蜜 就是樹枝 晴了 藥乾之後的樹枝 而這些樹枝是新鮮的 所以是很香的 那你怎樣用它呢 這個不是就這樣燒的 就是用一些炭粒 二型炭 那你就找一個碟 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我的馬路 看到嗎 馬路盆 這個我用來插香的 你用這個馬路盆 或是一種熱 proof的 你用一隻鍋 接著 放到二型炭 那火槍 一下就開了 接著 你把這粒 可以用幾次的 放在上面 它會整粒融 而那種味道是香到 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是非常之正 那譬如我幫客人 做木鱗鳥魚的時候 今天我幫客人 就是點了秘魯四目 那你要視乎 什麼客人需要 哪一個木鱗 譬如如果它是生殖鱗的話 我會點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Jasmine 或者伊拉伊拉的樹枝 如果那個客人 譬如我舉例 他懷疑自己 所謂有髒的東西 所謂有髒的東西 那我會用白鼠尾草 去幫我做淨化 所以 這一個是有少少竅門的 但是要花一點時間去學 剛才所說的 白鼠尾草 甚至中國的艾草 都是用來做淨化的 OK 然後呢 充電的方法 就是有這些 你可以用 Raisons 樹枝 或者植物磨了粉 做的香末 去幫你的水晶充電 你不用覺得浪費 因為你自己在空間裡 也會吸收到的 你的身體也會吸收到的 而測試頻率這件事 是很靈期的 打造的時候 水晶放哪裏好 OK 我想說一說 Before I forget 就是 你們不要一味只擦頂鈴 你說 我想連結我的膏 不斷擦頂鈴 首先 這是有危險的 因為人越老 你發覺 為什麼血壓越高呢 就是因為你的能量 已經開始向上 一直向上 尤其是頂鈴主導的人 要特別小心 血壓越高 而且 大家例如說 會短命的 OK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靈識 你的神識 你的靈魂 最終離開身體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頂鈴出去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你的膜輪要通 你的膜輪要通 你的空間 所以為什麼 默輪和情緒掛勾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要感受 你不肯感受 你逃避 我感受的時候 那種困住的感受 就在你的膜輪 鎖住了 死的時候 你的氣 就出不了氣 出不了去 OK 但是 我如果真的要 通我的膜輪 我不會像你那樣瘋 可能你說 我不會像你那樣瘋 CQ線 那樣 就是擺這麼多石 全身都是 那不重要的 但是我想說 如果你真的必須要 拿著兩塊 白水晶 或者是這些閃靈磚 去 向上 charge OK 希望穿上去 首先你要知道 你本身 你本身 人的能量 除非你本身有練過 否則你那個能量水平 是不會特別高的 要知道這件事 你的能量是來自於哪裏 來自大地 來自大地之母 所以你問我 為何能量很差 你對上一次去走草地 是什麼時候 你對上一次走 真的 泥地石地草地 是什麼時候 那是力量的來源 你出去踩 去維園踩 OK 如果你說沒有 我家裡住很遠 旁邊沒有這些東西 不要緊 你晚上踩石 殺滿魔石 是我遇過能量最強的石 來的 終極 OK 我又教大家 就是 左腳踩女仔 這顆是女仔 軟滑滑的 看到嗎 OK 右腳踩男仔 這個就是平衡 我們身體裡 爸爸和媽媽 兩股力量 陰陽兩股力量 好了 然後 或者 你沒有了很多魔石 看不見 黑碧石 黑碧石 看不見 它有線 這個直線 看不見 我們踩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樣踩 我們會這樣踩 你說這一邊不平 就是這一邊 這樣踩 因為這樣 它連結大地 將你身體不要的能量 抬走 OK 這一顆是石榴石 石榴石 本身的結晶是這樣的 OK 看不見 看到 石榴石 石榴石就可以 放在底輪 附近 即是 你坐著的時候 將椅子 而你兩隻腳 踩著地下 就踩薩摩摩石 或者碧石 我視乎 客人的身體情況 如果有些真的重病 那些 我要踩幾種石 OK 然後 這個 經驗到 是不是很漂亮 非賣品 不用問 哈哈 這個 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是黑色的 形石 我找了很久 不知道是什麼 看到嗎 黑色的形石 看到嗎 黑色的形石 是天然的 這個結構 是不是很漂亮 OK 噢噢 很重 好像這些 就會放在床尾 或者是椅底 OK 然後 你先幫我拿著 兩塊 白水晶 如果不是 你本身有高血壓 而你沒有踩一個黑色的石 你就這樣拿著 你會立即摺上去的流流 好像我今天那位客人 做完水晶排列之後 我不是說 它的底輪立即變成80分 它的頂輪跌了 好 重新分配 就叫它拿一拿 深呼吸三分鐘 再看 立即重新分配 重新再扯上去 OK 好不好 我今天先說這麼多 我下一集 就會再講其他元素的清理 好消息 就是 我們很快會開工作 因為隨著疫情開始放緩 大家都會照大口罩 然後進來的時候 照噴酒精 搓手液 這樣 這樣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工作 容許我少許預告 好嗎 啫喱布丁 和我們的黃同學 就會有靈氣的工作 靈氣班 另外呢 我們也會有煞滿的班 還有會教大家用音叉 教大家不同的麥倫 到底怎樣 你是哪個麥倫主導 那這個呢 就聽一下節目 或者可能 你找我幫你檢查 這些都是方法來的 這個節目我都會講的 那你講一下你都會聽到 咦我像是這個和這樣 那不同麥倫主導的人 他的人生制度 他和另一半的相處模式 他工作各方面 都有很大的分別 對 麥倫比星座更加大 就是這個scope OK 好嗎 那大家有問題 儘管問我 到時我們可以做聲音治療 有不同的workshop 不同的班 包括我們會有新月的儀式 滿月的儀式 然後我們會有寧極限後 PonoPono去清理 OK 的夜晚 OK 然後會有不同的workshop 那希望大家 如果還沒有like 我們Facebook上面 生童飲食的生童 生童感受 或者是forum的話 F-O-U-R-U-M 請你like 到時我們有班 OK 我們會通知大家 大家就可以來一起見面 聊天 分享和交流 OK Bye